看來你是專醫內傷 這些包紮的功夫有點生疏 我還在學著 那讓我來 不好意思 得罪了 行 謝謝 你的頭怎麼這麼多草 怎麼會這樣做 冒險, 不要拿走… 你幹什麼 如果把他拿走的話 牛和大福會打我 為什麼… 他們說… 他們說主就要帶這個 如果被他們發現拿走了 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他們當你是豬 又是那幾個流氓做的好事 阿鹿 你不用怕 欺負你那些人都聽我說的 我說要拿走就拿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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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來 阿鹿 這裡只有你一個人住嗎 嗯… 只有我一個人住 爹娘早就死了 他們就不死的 只剩下我一個 那些人真是過分 你已經無依無靠 他們還欺負你 實在太過分了 有鬼怪的聲音 我… 是狼叫的 狼就是鬼怪 爺爺 會出來偷東西吃的 我爸爹的豬 還有老婆的雞 都是被他吃掉的 院裡全部都是血 不用怕 讓姐姐去看看有沒有狼 有鬼怪的 阿鹿, 根本沒有狼 沒有狼敢來阿鹿的家 就算他來 在阿鹿的家 也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吃 除了阿鹿 不會的 你乖乖留在家 什麼都不要管 知道嗎 但是 他的腳傷了 出入不方便 照顧不了自己 那我明天再來看你 帶點東西給你吃 真的嗎 我也會理 你…包紮功夫不太好 多一個人幫忙不太好嗎 那你們說好了會來 你們就一定要來 我們明天一定會來的 在世上 他連一個親人都沒有 真可憐 以後呢 我們要多點照顧阿鹿好不好 當然好 下雨 跟我來 這樣就行了 等我呀 等我呀 雨停了 怎麼會你濕透了 好嗎 當時為止吧 那…我就送到你這裡 明天見 明天你不會再見到我了 為甚麼 你已經教會了我 甚麼是情 甚麼是愛 謝謝你的幫忙 我想大家的關係到此為止了 以後也不要再見了 十四娘 十四娘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 我不讓你走 由我第一眼見到你 見到你為村民 鄭醫私藥 我已經喜歡了你 我們多次相遇 是天意 是緣分 我已經愛你太深 無法自拔 我知道你對我亦有同感 你胡說 那你為甚麼要拒人千里 你說你明白了情愛 其實你不明白 十四娘 我們只是剛剛開始 十四娘 十四娘 英哥 你們兩個 十四娘 你不要誤會 我只是當逢生是良師益友 剛才是她一生情願 所有的野姐一場誤會 誤會也好 當真的也好 既然她對你有情 你又何妨不將錯就錯 誤會或是會變成好事 不行 絕對不可能 你不要亂想 這件事絕對不會發生 十四娘 你不要再說了 快點 他做甚麼 山門伸得很大聲 有點不妥 看來情愛這件事 真是不得了 一碰之下 他就瘋癲 瘋癲 瘋癲 啊 天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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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娘, 這次更不渺 你為甚麼這麼說? 馮公子這個人 那就是這個人 就算是太糊塗了 他就喜歡了我 竟然說他會教我情愛的道理 其實他一點也不明白 他這個人… 我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明白 郡君 你不明白 他這個人根本… 根本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就不用說了 我明白 這幾天 我的糕點果品不斷 是他每晚向我討告 我還有什麼不知道 其實 他是我家族的後人 是我的離生孫 我是他的舅婆 郡君 你弄得我糊塗了 他第一次見到你 就對你有好感 後來 你們不斷相遇 他就對你中下情根 郡君 你早就知道 他喜歡我 我叫你去見他 就是為了令你們相愛 你明知我早就發誓職福收到 我一定要修練成仙 我不要什麼男女情愛 我不是說過 你不明白什麼是情愛 又怎麼去放棄 去犧牲呢 又怎麼會明白 蒼生的快樂和苦難呢 要入世才能夠真正得道 我不要 我不要這種感覺 你一定要先經歷情慣愛劫 才會跟上一層樓 超脫小愛 修煉大愛 如果馮公子不是你的後人 郡君會這麼說嗎 你在懷疑 我是偏幫自己的離生孫 為他造就機緣 那你就太抬舉我這個老人家了 既然這件事 不是我的能力範圍之內 我 那你就好好地想清楚 問一下自己的心 是否應該接受他 誰家今夜偏周子 何處相思 明月流 鳳生 你來了 你小心點 不要走那麼快 姐姐呢 她…她還沒來嗎 或者晚點才來呢 我帶了些東西來給你吃 來 給你的 嗯 你看看 我家裡的東西都爛了 換個新的吧 為甚麼不吃 不好吃嗎 從來都沒有一個人 會對我這麼好的 你這個傻丫頭 好 你是個好姑娘 我和你新姐姐來幫你 以後 就把我們當是一家人 你是哥哥 新姐姐是姐姐 陸兒是妹妹 嗯 嗯 eff medo ills 妹妹 真姐姐為什麽還未來的 她幾時才會來呢 或者等我離開他才會來呢 為甚麼 因為他知道我喜歡他 他就生氣了我 你喜歡他, 那他為甚麼要生氣你 我也不知道 六兒只會在被欺負的時候 才會害怕, 才會生氣 姐姐知道你喜歡他, 他就會生氣 是因為他怕嗎 他怕哥哥喜歡他嗎 是呀, 他…他不是不喜歡我 只是怕喜歡我 他…他怕喜歡你, 不明白 我要去找你生姐姐問個明白 你來了 姐姐, 你來了 姐姐, 剛才馮大哥還說要去找你 想問問你, 為甚麼你怕喜歡他 好, 讓我自己說 其實我… 看來你的傷已經好了 這些東西是給你的, 拿去用 我先走了 你這麼快就要走了 我有事要做, 有時間再來看你 十四樓 十四樓 我有事要跟你說 昨天的事, 我想了一整晚 我明白你對我已經有情 不過, 人各有知 我心裡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不會談情說愛 亦不要疑慮私情 這是甚麼理由 我自小已經立志要幫助村民 做有益百姓的事 所以, 你要寫棄愛情 這就是你怕喜歡我的理由 我為甚麼要怕喜歡你 因為我知道, 你對我一樣有情 你別以為你不瞭解我 我不會再相信你了 我確實了解你 但是, 我不明白你為甚麼會怕喜歡我 總之, 我已經下定了決心 就算你不接受我 我也會用誠意打動你 總有一天你會接受我的 總之 總之, 你以後不要再來騷擾我了 世間難得有緣人 我有幸遇到你 我絕對不會放棄的 你.. 我.. 她... 我... 我... 我.. 好, 殺死我, 殺死我 齊龍爺, 上次你差點死過道長壽 嘗哥放了一萬, 你還不知悔改? 你個人氧氣精神 只要我吸光他的精緣 到時候我就誰都不怕了 好, 殺死我 你已經看到我的真身了 你已經明白了 我是狐妖 人和妖是不能傷害的 我怎麼會這樣? 新十四娘的法力的確不錯 想不到冥冥之中反而幫了我們 道長, 他看起來好像還是很兇 很害怕, 我們不如把他放掉吧 不要…道長, 你法力高強 我一定可以震得住他 快點拿個碗來 道長 去呀, 你接住他肩膀的血 讓我去 去呀 走呀 我呀 讓我把它帶走去… 要嗎? 快要嗎? 嗯 啊 要喝光他所有的 找不找來 不要救 就算他還有用 幹甚麼?一個人在這兒 是不是很悶呢? 我又怎麼會悶呢? 你不悶, 我悶 前幾天馮公子來看我們 大家有說有笑, 多開心 爹, 你別再癡心妄想了 他已經知道我是狐狸 自然知道你也是狐狸 他不會再來找你的了 就算他不來找我, 我無所謂 他不來找你, 你不悶到法方嗎? 爹, 一切已經過去了 你不用再說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想得很清楚 我這次嚇走他 自然斬斷情緣 但是萬一他沒有讓你嚇走 那你怎麼樣? 假如他真的知道你是狐妖 也不介意再來找你 你會不會接受他? 你也說 萬一他沒有讓我嚇走 對 萬一, 萬一就是萬中無一 對 世上哪有人不讓妖怪嚇到? 對 沒可能的事 還想起做甚麼 要勿當道 我們要做的事 還有很多 你是不是害怕? 我在害怕的時候, 手都會震的 那你怕甚麼? 這裡, 荒山野嶺又沒有人 你不怕有妖魔鬼怪嗎? 鬼怪? 鬼怪很可怕 但是, 我覺得有陣子, 人更可怕 人? 他們會欺負你, 會打你 而且還有些人更可怕 他們對著你笑的時候 其實, 心是想要怎麼害你 是啊, 戴假面具的人實在太多了 人心險惡, 真是令人防不勝防 六兒, 你要小心點, 不然就會被人欺負 六心底善良, 不會有人傷害他 就算是妖魔鬼怪都會保護他 你來了? 我帶了一束花來給你 這些花的香氣可以令人安心凌晨 你多插在家裡, 人自然心境平和 不會動一點就被人嚇倒 姐姐和哥哥的想法一樣 你來吧 哥哥送給我的 坐吧 喝茶 我…我有點事要先走 你…你剛才…不是說… 要教我認知嗎? 明天有空我再過來 姐姐, 今天談到這裡 再見 馮大哥今天…有點…不妥 他有什麼不妥 他真是心有畏懼 這些是人之常情 他始終都是犯人 人妖畜徒 人妖畜徒 難道真的人妖畜徒? 今天想吃什麼, 想玩什麼 姐姐也帶你去 來, 我們去做些開心的事 姐姐今天有點奇怪 在平日, 姐姐也不會想玩的 一心想採藥, 去幫助其他人 是嗎? 不妥, 兩個人都不妥 你說誰? 你和馮大哥 剛才你們在屋裡 你一句我一句的 你們…是不是吵架? 沒有 我…我只是在想一些事 是什麼事? 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個女孩 有個公子喜歡了她 但她不想和那個公子苟前不清 於是就扮成妖怪 把那個公子嚇走 結果…真的把那個公子嚇得很害怕 世界上竟然有這麼沒用的男人 那個男人 對她做過什麼? 不好的事嗎? 這樣又沒有 那就是 喜歡一個人 又沒有做錯 為什麼要捉弄她? 我…我覺得…那個公子很可憐 我覺得…你的朋友…不好 這樣…真的不好嗎? 放開我 又撞到她了 你說馮大哥 剛才她見到我們 還跟我打招呼 但你不知道她為什麼又走了 或者是不想見到我 不想見到你? 就算做不常戀人 也不用像見鬼一樣避開我 犯人真是膚淺 幸好我決定英明 這種人不值得跟她糾纏 是 姐姐 我們其實要去哪裡? 去吃好東西吧 幹什麼? 你幹什麼? 放開我 臭八婆 金玉大爺的意 別開我 是你? 都服侍了你一整晚了 你還想怎麼樣? 你是妓女 我是黑人 我要你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你…你瘋的 你的銀子我不要了 喂 你給我站住 草公子不要追了 光天發人之下不要太過分 傻兄 半生 我們怎麼都是讀書人 在街上拉拉扯承成何體統 你說得對 是不可以在大街上的 真是失禮 我們去妓院了 快走吧 半生 你醒醒吧 你家有嬌妻的 我…家有嬌妻? 你不知道 我家裡那個是名符其誓的何動詩 又醜又難看 我哪像你 身邊有個大美人 我… 我錯了半生 平生都是約人無數 但你身邊那位美人 簡直就是仙女下凡 不食人間煙火 他…他真的不食人間煙火 那你什麼時候 再讓我見見他 半生兄 半生兄 他醒了 相公…你怎麼樣 我…發生什麼事 大夫, 他得了什麼病 楚公子最近 是不是吃了什麼補藥 補藥?我哪有吃補藥 那就奇怪了 你的脈搏跳得很快 而且有點亂 血氣過剩 應該是進補太急 身體承受不了 讓我替你開些藥 我早就跟你說了 叫你不要亂吃丹藥 你一天到晚 叫那個老道士 替你練丹練丹練丹 現在好了 吃完了, 吃壞了 說完了嗎? 有人在那裡 給我閉嘴, 好嗎? 楚夫人說得沒錯 楚公子, 你不要忠賢易義 方氏練丹 從來都是虛妄居多 要進補, 要調理身子 應該要看大夫才對 好吧, 這些事我自有主張 你們不用擔心 你已經喝了兩次下血了 已經虛不受到 如果繼續喝下去的話 恐怕後患無窮 甚至會危及你的性命 楚公子, 凡事不可強求 道長, 你要多少錢我都給 你就幫我想想辦法 你不怕 道長, 我一定要喝狼血 我要做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 我不可以像此情一樣 還會抬不起頭 被人在背後指使那個男人 楚公子 這命是你的 你甘願無險 我也沒有什麼不敢做的 道長, 你有辦法 突然進補 你承受不了 我們就出醉之盡 逐些道行低微的小妖 你來喝他們的血 替你捕身, 打好底子 然後再加大分量 要做多少小妖 越多越好 你不適合你 你在家裡 到底在哪裏 這些心意請你收掉 無功不受禄 半身輕 那又何必呢 怎麼可以說無功呢 那天你救了我 簡直是天大的功勞 就算是一個平常百姓魂佳徒 我也會救他 這件事實在不足掛齒 你如果再推遲 那就真的不當我是朋友了 那謝謝了 那就對了 我們本來就是同窗 昨天就應該多點來往 對了 你那位佳人最近好嗎 不錯 你已經沒有了吃丹藥了嗎 你怎麼跟我娘說的一樣 其實上次暈倒 和丹藥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我上次是被妖器入侵 妖器 什麼妖器 我告訴你 其實在城裡城外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妖怪 有什麼蛇妖 鼠妖 狐妖 還有 還有 別說天下不亂了 哪有這麼多妖怪 我是說真的 我請了一位高人 已經佈下天羅地網 草公子 你為什麼要對非我 逐漏趕進殺絕 那 那 人妖殊徒 你不抓他們 他們就會回來賀人 我這次 請了一位嚴道長來 他法力高強 用張眼法 在山上的樹林 佈下王府陷徵 妖怪法力再高 也同不過這些王府 讓他們一進去 就如五雷攻頂 死無全屍 王府陷城 你去哪 等一下 十四娘呢 他在哪 他 剛才 總之就不要讓他上山去那個樹林 他要去樹林踩 十四娘 你在哪 十四娘 你 王府 十四娘 十四娘 你快點出來 十四娘 快點出來 十四娘 快點出來 你快點 dizer 是楊 忠 三星娘 你沒事吧 三星娘 你怎麼樣, 沒事吧 謝謝你救我, 不過我是妖 其實你不救我, 也是你所當然 我並不認同 為什麼要對妖趕著殺絕 為什麼這麼說 就像陸兒所說, 人妖殊同 但是有時候, 人比妖更可怕 我知道, 你心裡很善良 你幫助陸兒, 幫助村民 就算是妖, 也是善良的妖 你是不會害人 那我還有什麼好怕 既然這樣, 那天在陸兒家 你為什麼一句話都不跟我說就走 好像不願意見到我 後來在街上 一見到我就掉頭走 還說不怕我 你誤會了 我, 在小瑤裡面, 我, 我不是怕見你 是怕你不想見到我 我是個被拒絕的人 你不是說過, 人妖殊逃 你不想再見到我嗎 是呀, 我有這麼說過 後來, 在大街上見到楚公子 要欺負一位姑娘 我就跑過去幫忙 我, 我並沒有逃避你的 真的, 不管你是什麼身分 我對你還是跟以前一模一樣 上一次, 我向你表白 可能太誤不得欺負你 請你原諒我 我實在, 情不至今 什麼是情, 什麼是愛 我想你現在也明白了 人妖殊逃 這個想法, 我也沒有改變 就算相愛, 也不會有結果 你又何必執著 執不執著, 已經不像我說了 如果我們無緣, 就不會相見 既然相見, 既然心動 就證明我們是有緣了 一切都是郡君的安排 不然的話, 我們根本不會再見 什麼郡君 郡君就是你的舅婆, 是夫人 你認識她嗎 她在生性命, 救了全村的人 死了為烈仙斑 變成長官這裡妖魔鬼怪的郡君 她一向公正持平 但居然暗中幫你 為你綽合 舅婆她, 也算是一片苦心 有緣無分, 始終不可以 就算郡君再操心, 亦是徒勞 你又何必強求 請回吧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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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回答